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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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讲过 佛传很多部派都有传说 这个佛陀 佛陀出生前 比如说他 摩耶夫人 梦见六窑白乡 入母胎 出生后 在胎里面 他是怎么一种情形 出生当时有什么一种情形 这个怎么会知道的呢 那我们说过 大概第一个就是摩耶夫人讲的 第二个是 其实说 金范王讲的 佛陀出生 他一般人 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状态 但是也有一些人知道 有一些人是知道的 就是他有那种记忆 其实是有些是有的 那佛陀自己讲的 那大概就这几种情形 要不然谁会知道 那但是我们说佛陀 露灭之后 那么佛弟子对佛陀的怀念 那么开始 开始有不同的佛陀观 那这种佛陀观 就针对佛陀一生的行仪 以及追究到佛陀刚出生 即出生以前过去生 那么就开始有很多很多佛陀的故事出来 那么就在佛陀出生这一件事上也是 你会发现到各个部派 如果我们把所有 有关记载佛陀传的这一些部派的佛陀传 都拿来比对 你会发现各个部派讲的都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 丹丹佛陀出生走七步 那么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丹丹这一件事 都就有非常多的版本 那么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佛陀面向 因为佛陀面向北方走七步 这是第一个比较简单的 那么那为什么是北方呢 当然也有讲其他的 但是主要说比如说面向面向一个方向走七步 第二个是面向四方各走七步 那就去不一样了 那有些是面向六方有些是面向十方 那你会发现到就是它会越来越完整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 我们上次是讲到又邪出生这件事 我先把这件事情解决 就是说又邪出生我们说过 它有可能是表法 第一个它是插地力 第二个它是刀立天下来的 另外有一种我觉得是应该是会比较 这种说法会比较可能是比较合乎事实 就是说佛陀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在摩耶夫人的肚子里面 他是采右邪而握的姿势 因为我们知道佛陀基本上第一个 他睡觉的时候他都是右邪而握 应该不算睡觉应该休息 他休息的时候他是右邪而握 他涅槃的时候也是右邪而握 所以从这里来讲 因为佛都有一定的法 就是他出生的时候 在母胎的时候 就类似像半休息或涅槃的时候 他也是右邪而握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上在母胎的时候 他是一以右邪 那么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说他在摩耶夫人的肚子里面 他那个知识 他一定要握着 不然他要怎么样 他握着的知识是右邪而握 那么因为这样 所以 从佛陀涅槃到佛陀修习都是右邪 所以用这样来讲 佛陀在母胎的时候 他依然是右邪而握 所以说是在摩耶夫人 右邪 母胎中是右邪而握 然后出生 然后就变成 后来就变成佛陀是从右邪出生 不是 是佛陀出生前 是以右邪而握的知识 然后用这样出生的 可能是这样 握着的时候是这样出生的 然后就变成他是 摩耶夫人右邪出生 右邪出生是指 他在母胎里面 他是以右邪而握的知识出生的 然后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比较合理 那这个是在哪里呢 他我们看 基本上 他这个 中阿罕里面 他有这么说 那他说 这个 一以右邪 应该是这么说 当然有部的传说 其实各大佛传的传说都是 大部分都是右邪出生 但是我们单单说 右邪出生这一件事 都是解释成 从摩耶夫人的右邪出生的 但是我们可以比较 就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他在母胎里面 他是右邪 以这个知识出生的 还是从 一样是从产道出生的 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说你说右邪出生 老实讲 这个我是不相信的 怎么怎么出生 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化身还有可能 他不是化身 不可能他是胎生 所以他是 一以右邪 住母胎 殊体住 出母胎 他说住母胎 住在母胎的时候 就是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他是右邪的 一般我们也是这样卷着的 胎儿都是这样卷着的 大多数人都是从头先出生的 基本上是这样躺着 然后出生的 他是靠右边的 他是住母胎 以以右邪 出母胎 殊体住 他是这么说 殊体住 出母胎 然后重点是不为血污 他就是不为血污 他基本上是包起来 那么这样讲是可以的 就是不会那么好像我们讲觉得 你讲那种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说右邪出生 如果如果第一个他是表法 就是刀立天出来的 那不是刀立天 多帅天 多帅天忍下来的 用多帅天忍的方式来描写 右邪出生 那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他是差地力 从饭的口 饭的血 饭的腰 那么这一些饭的膝盖 从这些出生的 因为他是差地力 第三个我们就说他 右邪出生 不是摩耶夫人的右邪出生 而是西达多太子出生的方式 是以右邪而握的方式出生 那这样就比较合理 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那再来讲他出生就会走路 就会讲话 天上天下我有独尊 那么一般我们 我们上次是讲到大致顿说的 就是说 我大致顿讲的 就是说 佛传里面基本上有三种记载 一种就是 我是来承道的 这是我最后一生 我来要解脱的 这是一种 像大致顿就是才这一种 一种就是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另外一种就是 把两种合起来 我是来承道的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就是这样 那么一般来说 比如说 第一个 第一个向北方走七步 像北方走七步 然后讲什么话 我们等下再来讲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走七步 然后当然 里面有一些还有铺 铺成一些情节 比如说四天王 然后盆水 还是泛天王怎么样 那现莲花 反正就很多类像这样的 那这一些我们都是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他 他为了显示他的殊胜 他会 找当时印度最主要的神 那么来做这件事 那 比如说走七步 那第二个就是 向四方走七步 向四方 东西南北四方 各走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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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佛传很多都是 就是为了显示殊胜 大家尽其所能的边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你就向四方各走七步 就是东方走七步 然后又向西方走七步 然后就变成这样 第三个 向六方走七步 就变成上下 那其实这是表法很简单 不然你向下方要怎么向 你只有上方 要下方要怎么去 要怎么走 但是他也是讲 向六方各走七步 第四个 就向十方各走七步 你看 那你就可以发现到什么 就是很多东西以后 就变变 慢慢怎么样 扩大演变 很多经典也是这样的 就越解释越多 越解释越多 向十方各走七步 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 根有律 根有律的破身世 缺恶 那么我们举例 比如说 这个是在根有律 因为律典里面记甲的最多 就是佛陀的传记 大部分在律典里面 就上次我们有说过 就根有律 记甲在根有律里面 那么 他是卷 这个破身世 卷恶 讲这些 卷恶 他说 释迦摩尼佛 那么一出生的时候 西达多太子 一出生的时候 然后向四方 四方 东方是东西南北 向四方各走七步 就这个 那么 他说 东方 第一个 此是东方 他就讲这样 我们就是看待这种事情 就是知道 他为了显现佛出身的方式 殊胜了 这个很明显 我觉得是编的 那包括 后来的部派 在讲到佛陀这件事 很多都有一定的 一定的格式 包括你说 从东西南北四城 然后看到老病死 以及出家人 这件事也一样 然后 就是说 包括释迦摩尼佛 有结婚 有孩子 后来的诸佛 都有结婚有孩子 都有大弟子 都有多文低的弟子 都变成是这样 都变成固定 模式 那你说一定要这样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哪有诸佛 哪有成佛 一定都要结婚的 没有 一定要有一个孩子 然后才离家出手的 一定都要这样吗 后来都变成这样 但是在佛教里面 有一个例外 阿处佛 其他佛都这样 就是说 之前的迦摄佛也有 然后 居尔摩尼佛也有 他的儿子叫什么 他的太太叫什么 都有这种的 但是 后来也有例外的 也有例外的 就是 我们说阿处佛 阿处佛是童真出家 然后成佛 而且他四世出家 这个算是例外 当然都会有例外 但是也不一定都是 一定要再这样 一定都是这种方式 但是因为以释迦摩尼佛的方式 向前推 向后推 都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 好像说 所有的佛的出生 也都这样 当然你说 在极乐世界 他是化身的 他就不太是这样 好 那我们说 更有例里面 他说 此是东方 我是一切众生最上 我们看他讲什么 一切众生最上 此是南方 第二个 就释迦佛出生讲了些什么 此是南方 就先走到东方 指着东方 指是东方 我是一切众生最上 然后又转向 他也走七步 他也走七步 可是这个 你如果把这个情节放上去 他走七步 然后 要不要再退回来 或是走七步以后 然后又向南方 走七步 那就变成绕一圈了 你知道 但是一般人 在编故事的时候 不会考虑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都是编的 但是就是说 在表示释迦摩尼佛出生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堪众生之手共养 他到底 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所以有很多人就 知所共养 看受众生之所共养 所以有很多论文在写什么 就佛陀观 不同时代 不同经典 不同部派的佛陀观 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是怎样一尊佛 从出生到涅槃 不同的佛陀观 那么 我堪众生之手共养 堪受众生之手共养 那么西方 他走到西方 他说此事西方 这上面是一样的 我今决定不受后生 我今决定不受后生 通常就是 两个主要的问题 一个就是 我这是我最后一生的 我是来解脱 我是来成佛的 第二个 天上天下唯有独身 就是我是世界上最殊胜的 就是天上天下唯有佛 例如像这样 我今决定不受后生 第四个 那么这是北方 我今已出生死大海 这个是更有力 他讲四方 那如果讲六方的呢 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就是他要表达什么 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出来 那么 方广大庄严经 方广就是大圣的意思 大庄严就是佛状 佛的传记都用什么庄严 什么庄严 大庄严 方广大庄严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走七步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 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再来讲 方广大庄严经 那么他是走六方 东南西北上下 那你说那下方要怎么走 那没有 你不要探讨这个问题 你只要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不要你一往上 往上方 下方要怎么走 那其实这个就是 你不要去追究这种问题 因为他问题不是在讲这个 但是我们就看 他说东方 第一个 往东方走七步 那么我得 那讲什么话 因为他走一步就会讲话 那当然有一些讲得更殊胜的就是 他每走一步就有一个莲花 然后 而且走七步就 走七步就有七朵莲花了 那如果六方都走 或是十方都走 那就不一定了 那一般我们说的走七步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一般是更有律 也是更有律记载的 他说 此祭是我最后生生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这个是更有律记载的 也是更有律记载的 就有部记载的 那我们一般就以这种说法 一手指天一手指天 遇佛的时候都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他说东方 他讲什么话 我得一切善法 我得一切善法 皆为众生说之 其实这里说的就是 成佛的功德 你成佛具有什么殊胜 具有什么功德 他就在出生的时候就显现了 基本上是这样 当为众生说之 我得一切善法 当为众生说之 南方 我予以天人应受供养 东南西北 我予以天人应受供养 西方 我予世间罪尊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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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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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北方 东南西北上下 北方 我当于一切众生中唯无上事 唯无上事 就越讲越多了 下方 下方 我当 我当降伏一切众生 我当降伏一切魔君 就是成佛之后要降伏魔君 我当降伏一切魔君 其实就是对峙烦恼 真正的魔是烦恼 烦恼魔 我当降伏一切魔君 我当降伏一切魔君 唯一切众生之所瞻仰 我当降伏一切魔君 唯一切众生之所瞻仰 我当降伏一切众生之所瞻仰 西北上 下 上方 上方是 我當為一切眾生滅第一苦 你看他講的又多了 一切眾生滅第一苦 那就各個部派他要表達的意思不一樣 滅第一苦 這個是比較特別 我當為一切眾生滅第一苦 令眾生盡受安樂 令眾生盡受安樂 那麼我們從不同的佛傳裡面 可以發現到不同的部派 他要表達的不同的概念 那麼也有講十方的 那麼我們再舉例 我們講多一點就比較會 比較清楚 就不可部派講的不太一樣 比如說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 眾許摩核地經的 眾許摩核地經 他是講四方 這個是四方 這個是六方 也有講四方 也有講十方的 十方的我們就不講了太多了 眾許摩核地經 他也是有佛傳的 這裡面 關於這件事記載的非常多 大概有幾十種版本 眾許摩核地經 這個是許 這個是許 他講 那麼佛陀在東方講了什麼話 他說 在東方的時候 他是四方 東南西北 所以四方的是比較多 那一般我們知道的就是 他就是走 也沒有講哪一方 就是向前走 然後走七步 這是一般我們知道的 然後講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那通常是兩個 就是這是我最後一生 我來是要成佛解脫的 然後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通常是這兩個 那麼眾許摩核地經裡面講 他東南西北不太一樣 他東方是 他東方是講 涅槃最上 就要得涅槃 涅槃最上 那南方是利樂群生 就錶法 南方是要利樂群生 利樂群生 利樂群生 我們可以對照那些看 就會知道 其實在講佛成佛 到底佛在這個世間成佛 有什麼殊聖 有什麼功德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個是從佛在這個世間 做了些什麼事 往前推的 那就講到佛一出生 其實帶給這個世間什麼利益 從這裡來講佛出生的時候 有些什麼像 他一開始就講了 其實我們可以說 他是從果 從果 來縮陰 那麼 這個 西方是解脫生死 他是表法 就是 佛陀成佛的時候 在四方都走七步 等一下來講 為什麼會是要走七步 解脫生死 北方是永斷輪迴 那這個其實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學佛有 有 有 主要的目標 不是永斷生死 永斷輪迴 永斷輪迴 好 那麼 這個是 他是在表法 他告訴你 其實走四方是這個意思 好 那 他講的話 就不外乎是 這是我是來成佛的 我是來解脫的 我已經解脫生死 在這個事件上 基本上 只有成佛是最殊勝 只有成佛這件事 是最殊勝的 所以告訴大家 應該要成佛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 後來有所謂的 我們要遇佛 我們要遇佛 通常 那麼 這個 也是從經典裡面 據說佛出生的時候 就是龍王 九龍吐水 九龍王 吐水 然後洗這個 一般我們出生都是髒 所以要洗 或是用布擦 九龍吐水 然後有一個溫水 有一個冷水 然後灌這個菩薩 大部分都是 都是這麼說的 但是就是有一些講多了一點 比如說放天王拿著一支傘 那麼道立天王拿著一個 拿著一個在擦水的 然後有些說四大天王 反正就非常多 這種 記載的非常多 好 那我們大概知道就好了 那麼再來講就是 那為什麼要走七步 走七步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經典裡面也有講 就是說走七步這一件事 大概有三種解釋 三種解釋啊 就是為什麼要走七步 因為要斷六道輪迴 這個解釋比較 因為佛陀以前 六道是 一般都是講五道 就是早期都是講五道 沒有講六道的 六道基本上是從 補止步之後 開始把阿修羅道別立一道 才講六道的 所以在更早之前 其實是不講六道 是講五道的 你看大致都會有些講五道 有些講六道 就是前期都是講五道 後來獨止步把阿修羅別立一道 才有六道 所以那個時候並沒有講六道 那一般來講走七步 我們先要知道 第一個七這種概念 七這種概念 七啊 這種概念 是在印度它是表示圓滿 圓滿究竟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走七步 可能就是表圓滿 這是一個 但是經典裡面沒這麼說 這是我們從經典裡面看到的意思 七是圓滿的意思 所以走七步就是 它是最圓滿的 最究竟的 但是經典裡面講 為什麼走七步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當然都是 你可以做很多解釋嘛 經典上基本上有三種解釋 一個就是表示七絕之 這是經典說的 但是我們如果從七這個數字來講 它是表圓滿 表圓滿 七日 頭破七分 包括《藥事經》裡面的 都是都跟七有關係 那麼這個七是圓滿的意思 經典裡面講 佛出生走七步是表什麼法 第一個是表七絕之 七絕之 三十七道比裡面 跟七有關係大概就七絕之而已 四年初 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七絕之八正道 七絕之 如果走八步 我們就可以說八正道了 真的啊 如果走六度 那你當然可以走六度波羅蜜 你就這樣嘛 隨你講的 真的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你去說明它 但是七這個數字在印度是圓滿的意思 圓滿究竟的意思 那從這裡講 我來就是究竟了嘛 我就是不受究竟了 我這一身是圓滿的 這一身是最後一身就是圓滿 圓滿了 那是最究竟了嘛 輪回了嘛 徹底了嘛 基本上我覺得是這個意思 但經典裡面講的就是 依這個七來做解釋 第一個是七絕之 那麼第二個就是什麼 七聖財 七聖財其實也是道品裡面的一個 但是沒有被歸到三十七道品裡面 信戒慚愧文社會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大部分對在家人說的 但是出家人也是一樣 信戒慚愧文社會 那麼這個是七聖財 那麼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離七苦 離苦 離七苦 一般我們都講八苦 其實是七苦 這個是經典說的啦 那我們就參考 離七苦 有這三種意思 那一般我們講八苦 其實是七苦 就是五孕赤聖苦 因為有這個身心 無常生滅的身心 叫做五孕赤聖 五孕赤聖苦是一苦 其實這是總說啦 其實這個是總說 所有的苦都是因為五孕赤聖 身心生滅嘛 變化 那麼在這個生死裡面 因為五孕赤聖有生死 有生死 那生也是苦 死也是苦 那這個底下就有所謂的 生老病死 在生死之間又有什麼 怨正慧愛別離求不得 其實這個是身心的變化 這個是身體的變化 生理的變化 這個是心理的 心理的變化 怨正慧 愛別離 求不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離這七苦 離這七苦 這是七苦 那一般我們會把五孕赤聖 就是五場身邊 這個五場故苦 這個放進去就變成八苦 那他通常就是講 七步是離七苦 就解脫了啦 講一下解脫了 那這是走七步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解釋啊 就是各個佛傳裡面有很多種說法 那當然也有走 也有走十方各走七步的 那我們從這裡大概可以知道 所謂佛傳很多就是對佛的懷念 那麼 因為要越講越殊聖 所以就有很多那種 在顯揚了 顯揚佛陀的這個 這個殊聖跟功德 大概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 這個 這個是講到佛要出生 出生的這個時候 那麼 那麼有這個天王 犯王啊 犯天王啊 道理天王啊 世大天王啊 那麼在那邊就是顯示他的殊聖 然後下來就走七步 那走七步之後就講話 那講什麼話就不一定啦 就記載的很多 那我們一般的就是 這是我最後一生 我是來成道的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我是最殊勝的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這裡 這裡是 西達多要出生之前 的一種狀態 那我們說 剛才講到 佛的一個 佛的一個所謂的 它的有一種格式 就是好像有一種 有一個固定的格式 就是固定的方式 比如說 佛陀他是 在母胎裡面 他是又寫出生的 我們說佛是又寫出生 應該是 佛的知識是又寫出生 而不是從母有無人的又寫出生 那這個比較合理 然後佛睡覺的時候也是又寫 佛涅盤的時候也是又寫 好 那佛是在菩提樹下出生 佛是在樹下出生的 無憂樹下出生的 然後是在碧波羅樹下成道的 就變成說 然後是在 梭羅樹下 梭羅樹 兩棵梭羅樹 梭羅樹下 涅盤的 那佛是 在月圓月出生的 在月圓之日 在月圓之日出生 在月圓之日出生 在月圓之日成道 在月圓之日涅盤 就變成說 好像說 它有一個好像是固定的 就是 在樹下出生 在樹下成道 在樹下 正涅盤 在月圓之日出生 在月圓之日成道 在月圓之日入涅盤 以幼邪在母胎中而握 以幼邪休息 以幼邪入涅盤 而握入涅盤 那大概都有一定的一個 也好像說 這一些它有固定的 一般面就是它可能 因為佛陀在樹下成道 在樹下出生 在樹下入涅盤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真的 這個不是編的 這個是事實 還有佛在月圓之日出生 成道跟入涅盤這一件事 那麼記載的就不一定 就是南傳跟北傳的 可能不一定 但大部分是 像我們就不是月圓日 我們可能就是初八 我們是初八 初八就不是月圓日 南傳的基本上是以月圓日為主 這個就不太一樣 就傳說 這個跟記載的有關係 就是廢舍且月 到底是 或是那一日到底是哪一日 這個換算的就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是有關佛陀出生 那出生之後 就有一般的這樣的一個習俗 就是 就是國王 尤其是國王的王子出生之後 都會有那種算命的去看 那一般來講 有說是 一般 就是也有很 這種也有很多種說法 關於佛陀的傳說可多了 那我們一般就是會取比較 就是我們比較相信 或是比較大家比較說的 那一個傳說 那一般來說 有時候會說是有很多仙人都去看 就是很多修行者去看 那一般的說法是 就是有一個阿斯陀仙人 就是 國王的王子出生之後 那有一個叫做阿斯陀仙人 那阿斯陀仙人去看這個王子 那一般我們的說法是 阿斯陀看了這個 這個王子出生的時候 有三十二相 這個王子 這西達多 西達多這個王子 這個王子出生 這個王子 他給他取名叫做 一切成就西達多 我們說佛陀是 他的名字是西達多 他的姓是渠譚 渠譚 渠譚西達多 或是喬達摩 有些翻作喬達摩 有些翻作渠譚 渠譚西達多 或是喬達摩西達多 這是他的姓 這是他的名 那出生的時候 據說有三十二相 那這個也 這個也只是 這個只是一種概念 這只是一種概念 一直就是相好 一直是相好的概念而已 他不是真的有三十二相 為什麼 不可能 為什麼 三十二相裡面 有四相是牙齒相 四十尺 哪有可能一出生就四十尺 不用怕死 所以他一出生是沒有牙齒的 然後慢慢長的 然後牙齒整齊 牙齒白 其他的相不用講 所以這個三十二相 不是真的有三十二相 它是一種概念 就是圓滿相 就像我們所說 七步是圓滿相 它是一種圓滿相 就是相好 圓滿相好 那他不是說 你真的看到有三十二相 那不可能有三十二相 因為三十二相 有四相是牙齒相 他出生不可能有牙齒 那阿斯陀先人去看這個西達陀 像好圓滿 就說 一般我們知道的是說 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他有兩種可能 因為他這種像好 他要不是做轉輪聖王 就是什麼 法王 他看到他有這種像好 那麼他不是做轉輪聖王 就是成佛做法王 就是成佛 成一個正絕者 這是我們一般普遍的說法 但是也有其他一種說法是 阿斯陀先人 斬釘截得的說 這個小孩子以後會成佛 他不會做轉輪聖王 那他是會成佛的 就是說他並沒有說他有兩種可能 要不是做轉輪聖王就是成佛 沒有 他說這個小孩子肯定會成佛 決定會成佛 這種項目 因為轉輪聖王也有三十二相 就是轉輪聖王的相好也圓滿 那什麼是轉輪聖王呢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有兩種說法 就是說 一國 一個大國 整個印度的王就是轉輪聖王 但是如果要從轉輪聖王這種概念 就是統治整個地球的才叫做轉輪聖王 一般要這樣講 但是有些就會把像阿裕王叫做轉輪聖王 比如說像武則天 他就是轉輪聖王 就是統治他那個整個國的 那如果從轉輪聖王這種概念講 是整個地球就一個王 整個地球就一個王 那個叫做轉輪聖王 那如果從這個觀念來講 從有歷史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轉輪聖王 但是這個地球後來會越來越頻繁 像整個歐洲變成一個國家 例如像這樣 那後來就整個世界是一個國家 就有一個人在管這個 就變成是統一一個的 那這是一個 那阿斯陀先人看了這個釋迦佛的這個像之後 他說這個小孩子以後一定會成佛 所以就去回去跟他的弟子講 因為阿斯陀先人年紀已經大了 他年紀大了 然後這個小孩子現在剛出生 等到他成佛 至少都三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了 二三十年以後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幾歲會成佛 不知道 但是知道這個人一定會成佛 這個小孩子一定會成佛 阿斯陀先人那個時候已經應該都是八九十歲了 年紀大了 他沒有辦法等到這個希達多成佛 所以他就回去跟他的弟子說 他也有一個小弟子 說我告訴你這件事很重要 你一定要記得 在不久的當來 二三十年後不曉得什麼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喔 在不久的當來 尤其是二十年後 尤其是三十年後 但是釋迦佛我成佛是三十五歲 所以是三十五年後了 但是就是你要記得 大概不久的當來 二三十年後 他的那個弟子也還小 也才十幾歲 所以說 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在了 但是你要記得 那麼會有一個人會成佛 你一定到時候要記得這件事 而且要去跟他學習 對你有很大的利益 那你要知道這個阿斯陀先人 禁放王會請他去 有些說禁放王請他去的 有些說他自己去的 就有不同的說法 那沒關係 因為佛教關於這樣的說法 都有很多種版本 包括說 那五左不是 五左不是 聽那個 聽那個 多帥天的那個誰啊 彌勒菩薩說法嗎 就有很多種說法 到底是五左去多帥天 聽彌勒說法 還是彌勒下多帥天 來為彌勒說法 也有不同的想法 那一樣 這阿斯陀先人到底是自己去的 還是禁放王請去的 是阿斯陀先人一個去 還是很多先人都去 這也很多種說法 反正我們佛傳的東西 就是 裡面有很多情節 基本上 就是 或者是 我們說 有一分兩分 或是完全編等 或是有多分事實 這個是不一定的 阿斯陀先人跟他的弟子 講了之後 沒有多久 阿斯陀先人後來就往生了 這個弟子 老實說 也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因為那個時候都還沒有佛 那到底佛會帶你給他怎麼利益 他其實也不太管那麼多 因為他的師父往生之後 他師父所有的名聲 地位 寺廟 信徒都歸他 都歸他 所以他有了這樣的之後 他也不管 而且二三十六的事情 假設你的師父是阿斯陀 那麼 他擁有很大的這些市產 或是很大的財產 信徒也很多 名聲也很大 那你師父死後 當然你就繼承 你師父的這些市產阿 名聲阿 地位阿 比如說他是做佛教會的理事長 那麼後來你也跟著做佛教會的理事長 假設啦 我只是舉例阿 然後他的信徒就後來 他信徒的兒子女兒後來也帶來 或是他的信徒就變成你的信徒了嗎 那他的財產就變成你的財產了嗎 好 那麼假設你的師父跟你講 那之後 你要記得這件事 二三十年後有一個人會成佛 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 而且你一定要去跟他 你會記得嗎 我告訴你 多數人不會記得 真的 多數人不會記得 他說是是是 師父我會記得 二十年的 二十年的明文立揚之後就忘記了 真的啦 我後來就想這件事 如果是我我會記得嗎 肯定也不會記得 那麼久 所以天人到天上幾千年之後 他一開始 天人喔 天人因為 天人一升到天上去 天人一升到天上去 他會首先記得三件事 因為他有宿命通 有天人通 他首先會記得三件事 第一個 這裡是什麼地方 因為他是化身的 這裡是什麼地方 看看這裡是道立天 假設啦 這是道立天 道立天的第幾天 道立天有三十三天 他在哪裡 比如說這裡是台灣 台灣的哪裡 台灣的苗栗 苗栗的哪裡 苗栗的禁劫院 他會先確認這件事 他在哪裡 第二個 那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就會想起 喔 因為過去一生 在禁劫院 受八觀災見 然後修福報 所以升到這個天上來 他會記得這件事 那誰幫助過我 讓我做這件事的 喔 是道農法師 是誰誰誰 勸我念佛 所以我才能夠在天上 想這個福報 好 他會記得這件事 那一樣 一樣 他升到道立天 很多佛弟子 升到道立天之後 他會想起 喔我過去一生是佛弟子 然後因為不思 因為聽法 行善 歡喜 所以 我才有這個福報 升到天上來 所以那個時候 他會很 哪裡有在說法 他就會去護持喔 他會去聽喔 因為他是因為 修這個法 修這個法 而有這個福報的嘛 所以他會感恩 天人很有感恩心啊 天人很有感恩心 然後 他也知道誰害過他 但是他不會去記仇 他只會感恩不太記仇 鬼道就不一樣 鬼道知道誰幫助他 但是他 因為他現在是受苦嘛 那天人現在是享樂嘛 啊 那麼就好像 你已經變成郭台銘那麼有錢了 你還會去計較 那個誰誰誰 之前借我三百塊沒有還 你會去討那三百塊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一樣 天人受的福報是很大的 所以他當然 他也 他的習慣性啊 都是心存感恩啊 很少計較報仇 報復 所以這個時候 很多天人 剛升到天上去 如果是佛弟子的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想 那以前幫助過我的人 現在過得好不好 他會下來護持他 那佛教現在好不好 因為他是因為 他因為學習佛法而升天的嘛 所以他會很護持佛法 然後 然後哪裡有在說法他會去聽法 但是這個日子不會過很長 為什麼 天上太享樂了 他本來是 哪裡有佛法 也許是 也許是每天去 後來就變成一個禮拜去一次 後來變成一個月去一次 後來變成三個月去一次 後來變成一年去一次 後來變成一年去一次 在天上幾千年 慢慢慢慢後來就不去了 真的齁 所以天上照理講 天人有那種習慣性 善的習慣性 除非你正見真善 那個佛法非常深刻 要不然 升天 壽命沒有過到一半 天上的天人 基本上 我們如果這樣來看 至少都是人間的兩千年三千年 所以佛陀實在升天的 現在還在天上 很多啦 那有一些沒那麼長的 大概一千年兩千年 可能從天人下來做人 那如果他過去升佛法比較深 他還會學佛 如果沒有 可能也沒有了 他就享受福報了 但是他有一些福報 那大部分升到天上去 天壽還沒過一半 大概佛法就都忘記了 也不想那麼多了 真的 真的有些是這樣 我們看人也差不多也這樣 那你以前很窮的時候 很努力用功學佛的 那麼後來富有了 開始事業越來越大了 基本上就忘記了 就不太那麼用功 沒時間用功了 也因為不苦了嘛 因為有苦才會想要離苦 那都不苦啦 所以漸漸漸漸就會忘記了 那阿斯陀先人的地址也是這樣 圖地也是這樣 我說在看這些故事的時候 我就會想 如果是我 我會不會記得呢 真的 我常常會這樣想 像有些祖書大德 我會看那些祖書大德的傳記 我就會想 如果是我 我會不會像他那樣呢 後來發現應該不會 比如說我們講忍入仙人 如果我們是那個忍入仙人 我沒有辦法忍下來 當然不可能 沒有 因為當然沒有到那個功夫 所以 那我們就要檢討 那為什麼我們沒辦法 那如果是阿斯陀的先人 你看 他的師父往生了之後 因為阿斯陀先人名氣很大 國往都請去啊 然後表示他能力很強 那弟子有時候沒有辦法 能力那麼強 但是他會繼承 他所有的名文立揚 就是人家對他師父的讚嘆 也會站在他身上 當然有時候不完全 但是多少也會有 那麼他留下來的都由他受用 那很多啊 很多啊 那這些弟子他有沒有辦法 那麼就是說他師父交代的 比如說這個二三十年後 有一尊佛要出世 你一定要記得 你要去親近他 要醫治他 要跟他學習 他會帶給你很大的利益 你這一生只有這一次機會 過了可能就沒有啦 沒有啦 他會不會記得 好 那從這裡我們再來講 那佛陀入涅槃之前 叮嚀我們什麼話 我們有沒有記得 沒有啊 對不對 沒有 真的是沒有 那你會發現到 大部分人 會迷失在 迷失在名文立揚上面 不容易啊 老實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是御界的眾生 御界的眾生 我們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欲貪 貪什麼呢 其實就是貪五欲嘛 其實就在名文立揚裡面 其實這個不容易喔 這個不容易 真的 後來我會自己察覺 我自己其實也不容易 但是你要實時提醒 他就不會偏太遠 你要實時提醒就不會偏太遠 那你要是忘記提醒自己 你可能就慢慢一次偏一點 一次偏一點 到最後就都不記得了喔 那你福報越大 你就偏得越遠喔 真的 你名聲越大 你就偏得越遠 真的會這樣了 從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知道 從阿思陀先人的弟子也知道 後來佛陀成佛了 阿思陀先人的弟子 忙於他的事 他根本也 也可能也沒有聽見 聽見了也不當一回事 真的 那個時候他已經也是 也是很有名聲的 很有名望了 所以這件事 就是阿思陀先人的弟子 阿思陀先人告誡他的弟子的這件事 那麼也可以給我們學習 就是說佛陀曾經告誡過我們什麼 我們有沒有當一回事 那麼就像阿思陀先人告誡阿思陀 他的弟子一樣 他說你一定要好好記住這件事 結果當然也沒有記住 好 那這個是從佛陀出生之後 那靜放王請這個阿思陀先人去看相 那佛陀的相好圓滿 阿思陀先人說這個小孩子以後會成佛 那當然我們以前我們學到的就是說 阿思陀先人說這個小孩子有兩種可能 那麼第一個就是他可能成為轉人聖王 第二個就是他可能成佛 那靜放王聽到了之後 就很怕他後來去出家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有很多出家的沙門集團 有很多沙門集團要去成政絕的 那靜放王很擔心這個小孩子去出家 因為他們有四兄弟 靜放王 世家族他有四兄弟 靜放王 白犯王 他們都是犯 因為以前是 這個表示什麼呢 表示那個是農業社會 他名字都有一個犯 靜放王 他們是共和國 加皮羅和國是共和國 共和國就是沒有真正的國王 是由這一些大家一起主持的 批捨離也是這樣 他也是共和國 靜放王 白犯王 但是很奇怪 以前的人都生很多 但是他們都不多 不是很多 靜放王 白犯王 胡犯王 跟甘露犯王 那靜放王 靜放王 靜放王到底有幾個孩子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只有釋迦佛一個 也不能講只有釋迦佛一個 那很討好 因為 有一種說法就是 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跟大愛道 這兩個姐妹都嫁給靜放王 這兩個姐妹都嫁給靜放王 摩耶 但是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摩耶夫人嫁給靜放王 摩耶夫人時候 她的妹妹或是她的姐姐 來代替她的姐姐或妹妹照顧 照顧西大多 變成她姨母 就是有兩種說法 但是一般比較傾向的 這兩個姐妹都嫁給 這兩個姐妹都嫁給靜放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靜放王就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誰 一個就是西大多 一個呢 爛陀 大愛道 大愛道 摩耶破色 摩荷破色破體 我們就翻作大愛道 摩耶夫人生的是西大多 這個是有時候是姐姐 有時候是妹妹 當然我們 我們講他 這邊就是姐妹好了 到底誰是姐姐誰是妹妹 有些講的不一樣 但沒關係 我們就講姐姐妹妹好了 這個是 這個是西大多 他生的是西大多 他生的呢 爛陀 爛陀 爛陀是 爛陀是大愛道的兒子 所以這樣的話 靜放王就兩個兒子 但是以這個為主 他一般來講都是以他 以他為主 西大多為主 所以大概就只有一個兒子 就是摩耶夫人的底下 後來爛陀也去出家了 但是一般來講 有些就是說 靜放王的兒子 就是一個西大多而已 如果大愛道也是嫁給靜放王的時候 那麼爛陀也算是 西大多因為怕他出家 因為他就這樣一個兒子 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他出生七天後就死了 他不能再生 沒有得生 也沒有聽說靜放王有再娶 也沒有聽說 所以因為他就死了 那大愛道就生下爛陀 假設他有在娶的話 那他會不會再娶兒子 但是記載裡面也沒有說 靜放王有再娶 那照理來講 一個國王都有很多妃的 很多王妃什麼的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 只有西大多一個 然後如果爛陀也算 那就是兩個而已 後來這兩個都 後來這兩個都出家了 那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生下太子後 七天就死掉了 那死掉之後 那死掉之後 剩下西大多就變成只有一個 所以 所以因為阿斯陀先人來看的時候 那說這個人以後可能會出家 靜放王就很怕他出家 就很怕他出家 那個時候沙門集團是新興宗教 沙門集團還是新興宗教 那已經有出家了 但是 是因為沙門集團是反婆羅門的 我們知道沙門是反婆羅門的 他是以差地利為主的 他是反婆羅門的 他是一個新興宗教 但是已經開始有很多人出家了 就是離家了 那這個靜放王非常怕這個小 小孩子出家 所以就給他過最好的生活 有這麼一種說法 那他說 因為怕他出家 所以盡量給他過很快樂的日子 王宮裡面 只要是長得不好看的 年紀大的 有病的 全部都不能在王宮裡面 那盡量不讓他出去 盡量不讓他出去 盡量不讓他出去 不讓他去看到 這個世間的這些老病死 的這個現象 就是一切不好的都是給他去除 讓他對這個世間充滿的什麼 美好 所以給他蓋了三十的宮殿 春夏雨 春天夏天 他好像沒冬天 春天夏天雨天的宮殿 然後讓他 讓他過快樂的日子 然後王宮裡面 都是年輕的 美貌的 快樂的 讓他學習一切的廢陀 技術 就文武雙全 根據記載 釋迦佛早期是文武雙全 而且非常有力量 射箭可以射破七重的什麼 反正就是形容的釋迦佛是 從小就是天賦義秉 文武雙全 反正都是這樣形容的 沒有人像那麼厲害的 但是有一個好像也跟他差不多 就是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 有些說是浮幻王的兒子 有些是甘霧幻王的兒子 提伯達多跟阿納 兩個兄弟 到底是誰的兒子 說法不太一樣 有些是甘霧幻王 也就是浮幻王 提伯達多也是很有能力的 從小就學習 反正能學的都學 就是我們講文武雙全 射箭 騎馬 然後廢陀 什麼書都看 一起到他年紀長大的時候 就給他取親 就娶這個天必成的 好像這個 耶穌陀羅跟摩耶夫人 好像是同一個國家的 那就跟他娶當時的耶穌陀羅 到底釋迦佛是幾歲 幾歲的時候娶 娶這個太太 經典的記載有很多種不一樣 到底釋迦佛娶了幾個太太 說法也不太一樣 根據記載釋釋迦佛 大概就是很早就娶了 而且曾經娶過三個太太 就是釋迦佛其實有三個太太的 我們知道的就是耶穌陀羅一個而已 但是他的兒子 到底釋迦佛有幾個兒子這件事 經典也沒有記載很明確 只大概有這麼一個記載說 他有三個太太 那麼耶穌陀羅 有些說是第一個 有些說是第二個 就不太一樣 那麼有三個 我們就是 關於佛陀的不同的傳說 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的基本上就是 已經被編排過的 就是大家覺得這個比較有道理 或是這樣說 我們只相信這一種 所以就是 就好像三十七道品 是被編排過的 沒有被編進去的 就沒有我們就不知道 好 一般說釋迦佛有三個太太 當然也有說就耶穌陀羅一個的 那一般記載他有三個 先後 先後娶了三個妃子 一個叫做娶比嘉 一個就是耶穌陀羅 這個寫這樣看 曲比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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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比嘉就是有智慧的女人 明女 就是智慧的人 曲比嘉 一個就是耶穌陀羅 印度人都是結婚很早的 女眾甚至十歲就結婚了 你看印度人 一個叫做 一個就是耶穌陀羅 我們知道 這個是我們比較知道的 羅霍羅的媽媽 一個叫做密茄舌 密茄舌翻譯叫做陸王 這個我們就比較不知道了 但是這也是其中的一種傳說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三個 其實因為印度的歷史 印度不中歷史 那又有很多傳說 所以老實說我們也不知道了 但是知道耶穌陀羅確定是 那 那有些說是 耶穌陀羅是第一個 有些說耶穌陀羅是第二個 那這個是耶穌陀羅是第二個 那曲比嘉是大的 那有些說耶穌陀羅是第一個 那另外有一個是叫做摩羅陀羅 取多米 就取比嘉 這是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種說法是也是三個 但是是第一個是 有一個耶穌陀羅 那有一個摩陀羅 另外就是 這個換成摩陀陀羅 所以就是不同的傳說 還是有三個 但是一個叫做摩陀陀羅 而不是密茄舌 摩陀羅 摩陀陀羅的意思是異詞的意思 就異詞 這個是明女的意思 這個是入網的意思 這個是 這個是幾年前我看過一本書 他說他是釋迦摩陀佛的兒子 釋迦摩陀佛的兒子 他說不是 我覺得他是編的亂寫的 但是他知道這件事 所以說我是2500年前 2500年前我是釋迦摩陀佛的兒子 釋迦摩陀佛的兒子 釋迦摩陀佛的兒子不是羅羅 不是印證阿羅漢的嗎 羅羅又沒有 他說不是 他說我是釋迦摩陀佛另外太太的兒子 不知道是哪一個太太不曉得 但是我們知道 有些說釋迦摩陀佛有太太 有其他的太太 但是沒有經典記載 這些其他太太也有兒子 沒有 當然我覺得他是亂寫亂編的 他只是知道這件事拿出來 拿出來亂講的 不太可能 就算你是那也不能代表什麼 只知道他有大概可能不只一個太太 但是兒子的話 經論裡面沒有記載有其他的 就只有羅羅羅一個 但是多數就只記載耶穌陀佛 就是說釋迦佛要出家之前 羅羅羅已經出生了 他的兒子是羅羅羅 我們多數知道的就是說 有些說釋迦佛成佛的時候 羅羅羅才出生 所以我們那個戒定真相就講這件事 然後這個淨飯網就說 這個耶穌陀佛是不是 佛陀都已經出家六年了 那麼你怎麼可能有孩子呢 那你一定是外面 外面跟人家有小三 然後是說你是有外遇才有可能出生的 不然哪有可能呢 釋迦佛都離開了 你現在才出生生是一個小孩子出來 耶穌陀佛就說 不是這個真的是釋迦佛的 如果不相信你放火燒 如果燒不死 那就是真的 結果真的放火燒燒不死 當然這個是編的不可能 哪有可能 然後後來就根據這個故事再說 為什麼羅羅羅在耶穌陀佛的肚子裡面六年才生出來呢 就開始編 編說因為他過去生 塞了一個老鼠洞 有沒有 你們不知道 你可以知道這些很多東西是編的 佛教裡面很會編故事 當然印度本身就很會編故事 後來我們就因為這樣做了一個戒定真相 當然這件事不是這樣 這件事的事實是 羅羅羅在釋迦佛出家之前就出生了 那個時候剛出生不久 剛出生不久 也沒有出生很久 就是他可能是一歲或幾個月這樣 所以釋迦佛那個時候想出家的時候 還去看過羅羅羅 他並不是說真的是六年後才出生的 那是不可能的 好 那我們再講回頭 這個釋迦佛小時候開始學習 就是金飯王為了怕他出家 給他過上很好的日子 那釋迦佛的菩提心 就是他出家的心在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一般的說法 依佛本行經裡面 就是從觀根 因為印度有一個習慣 就加皮羅衛果他們有一個習慣 他們會舉行那種我們叫做農耕祭 一般叫春耕祭 春天要去耕種有沒有 它會舉行一個儀式 他會舉行一個是國王帶頭到田裡面去 然後象徵性的用牛耕田 然後剝幾個種子 這是一個祭典 我們通常沒有用春耕祭 我們通常都是一般的人 比如說原住民 他有所謂的豐年祭 豐年祭就是收成的時候舉行一個祭典 那他不是 他是要耕種的時候舉行一個祭典 然後希望他能夠很好的收成 就是很看重這個典禮 然後大家播種 然後也是教大家怎麼播種 然後國王帶頭 國王帶頭 然後播種 那一個意思而已 後面就是那個龍明 然後跟著很多百姓在那邊觀看 就是一個祭典 那他們每年都有一個春耕祭 那釋迦佛小的時候 應該是可能十幾歲的時候 年紀很小的時候 那具體是幾歲也沒有特別講 就是說年紀小的時候 賤犯王就會帶著 因為就一個希達多而已嘛 帶著他去參加春耕祭 那這個時候是釋迦佛開始 發出離心的時候 也是叫做發菩提心的時候了 菩提心就是要成正絕的心 也是出離心的時候 就是說他出家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他為什麼會想出家 之前都沒有 之前他就是學騎馬打仗啊 反正這一些 然後 到春耕祭的時候 很多經典就有記起來這件事了 就是說 這可能也是釋迦佛講的 說我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發心的 也會講 就像我也會講 我說我什麼時候開始會想 你為什麼想出家呢 為什麼想學佛呢 我就會講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看到有一個人死掉 然後心裡面想 人怎麼會死呢 會死到哪裡去呢 如果我死了會怎麼辦呢 我們就這樣 釋迦佛可能有時候 也是可能會講到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就被記載下來 那因為釋迦佛成佛之後不久 釋迦佛第五年還是第六年 金化皇就往生了嘛 他的媽媽在他生下七天就往生了嘛 所以釋迦佛怎麼會出家這件事 哪有可能講出來 已經釋迦佛自己講的嘛 所以這個 我們在講這件事 就是佛本行經裡面也有記載 就是很多佛傳裡面都記載這件事 就是他大概會出家 然後會有出離心是什麼時候 第一個就是參加春根祭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我們說他游四層的時候 然後先講這個 就是說人一開始他那個因從哪裡來 參加春根祭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鈕 因為很多人很熱鬧嘛 你看同一件事 就是同一個境界 同一個境界 但是不同的人看到同一個像 但不同的思維就發展出不同的結果 真的我們就從這件事上 可以看到這樣子 同一件事 你怎麼想他怎麼想 之後就不一樣 你看那個那個是類似像豐年紀這樣 春根祭 大家很熱鬧很快樂 就希望來年祈禱來年 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想到現在的根種 就想到未來的豐收 他就進在快樂裡面 放鞭炮啦 快樂這些 當然我不是沒有放鞭炮 我只是說類似講 快樂的心情嘛 但是這個西達多太子想的不一樣 大家都很快樂 因為這是一種傳統嘛 就參加這種快樂 然後大家滿懷的希望 對未來充滿的憧憬 可是西達多太子心裡面看的不是這樣 他看到在太陽底下 這一條鈕在跟田 那這個鈕跟田要被打 那打的時候記載是這樣 就是他流汗 因為他是白天巨型的 然後印度很熱 他被打 那跟田 那打的時候這個田 那個汗水流下來 甚至有血汁流下來 那麼田翻過去的時候 那個藜田嘛 那個田翻過去的時候 土被挖起來 那個土被挖起來的時候 那底下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蟲 你看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只要跟田 就有很多白日絲的鳥都會飛來 要吃什麼 要吃底下翻出來的蟲 現在還是一樣 所以就會 就會有很多鳥 飛來吃蟲 那個蟲本來在泥土裡面的 就被翻出來 翻出來很多鳥就來吃 要吃也要搶 搶著吃蟲 如果我們看到這一幕 我們會怎麼想 我們什麼都不會想 我們什麼都不會想 可是你看 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怎麼樣從一個境界裡面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 我們這樣想 人家這樣想 這個就差別在這裡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觀察境界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包括說 很簡單 我們在面對一個事情的變化的時候 比如說 這個人罵我 或是 或是 這個人讚嘆我 或是這個人死了 或是這個人出生了 那麼他只是一種境界 一個像 你從這個像裡面 你想到什麼 想的不一樣 未來就不一樣 釋迦佛從 從這一件事上 大家都想到 這是一個祭典嘛 充滿著快樂 但是他沒有快樂 他快樂不起來 為什麼 他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眾生彼此之間 受苦 彼此之間爭奪 你看 這個人要跟走 要靠這個牛 這個牛不是說 你給牠吃草 牠就會幫你跟走 沒有 你要給牠拖上一個禮 你要打牠 讓牠往前走 你還要打牠 牠才往前走的 好 這個牛為了活下去 牠要被打 這個人 為了活下去 牠要打這個牛 那麼在牛耕典的當下 這些鳥 這個蟲 要被翻出來吃掉 這個鳥 彼此要爭奪 才可以吃到這個蟲 好 牠就看到 牠就 如果我們看到這樣 我們根本就不會想到這邊來 真的 那時候我就在想 如果我當時在看這個春耕紀的時候 我會這樣想嗎 不會 不會 但是 之前不會 但是後來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從另外一個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就說如實 以前不會 以前大家都很快樂 沉浸在快樂當中 沒有 牠看到事情的真相是 眾生之間彼此爭奪 彼此利用 那麼彼此傷害 所以牠就有一點覺得 那如果我們看到蟲被吃 我們看到蟲被吃 根本就不會去體會那隻蟲的辛苦 真的 我們看到牛被打 也不會體會到牛的痛苦 我們只會想到 哇 以後豐收 我的快樂 你看 這個就是不一樣 這個就不一樣 你從哪個角度去看待事情 有沒有替別人想 有沒有看到大家 有沒有看到整個全貌 你看那個西達多那麼小就會這麼會想 真的 那 後來 這件事情就在心裡面落下 牠就這樣學習 但是牠總是一個因 就是一開始就是釋迦佛 就是金范王去帶牠參加春更祭的時候 那釋迦佛從這件事情上 因為牠都是過著都是什麼 王公的王子的生活 而且被金范王保護得很好 看的都是美好的 牠忽然之間到田裡面看到這件事 那些蟲本來就在土裡面也好好的嘛 然後你知道 什麼時候牠們舉行個祭典 就把我從土裡面翻出來 翻出來就被鳥拿來吃掉了 什麼時候牠也想不到 然後這件事情 就是眾生 那鳥跟鳥之間要爭奪 為了要搶那些蟲要爭奪 那這個後來你看那個中阿朗苦陰經 中阿朗苦陰經 他就說人為了利益 就是以這個無印身心為苦 苦陰經 就是人為了利益 那麼母子 母子是最親的 也會怎麼樣 互相鬥爭 父子 兄弟姐妹 國跟國 婆羅門跟婆羅門 沙門跟沙門 一樣互相鬥爭 就是互相爭奪利益 鳥跟鳥也會 蟲跟蟲也會 人跟人也會 人跟動物之間互相爭 動物跟動物之間互相爭 人跟人之間又互相爭 爭什麼 爭利益 爭奪利益 他就會看到這件事 他就在講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為自己的利益在爭奪 大家都為自己的利益在爭奪 我們如果一般的人就覺得 本來就這個是正常的 但是釋迦佛不這麼看 所以他看到這件事就感到憂傷 後來他也這樣學習 就學習文武雙全 然後結了婚 那 可是那個時候還沒結婚 那他都是 都在宮裡面 一般說 一般這樣說 都在宮裡面 我們就用所謂四層 四層油冠 這是第一個 春根祭的時候 看到老病死 看到眾生之間的彼此相躲 看到眾生之間的 就是見眾生 彼此傷害 有些人 一直看到這個 以及看到生命中的悲哀 以及看到生命中的悲哀 跟無奈 看到這件事 那些蟲 他也不知道 就被翻出來 那些鳥就吃了那些蟲 那個鳥 見眾生之中的彼此傷害 第二個就是四層油管 在城的四個城門 通常我們是這麼說 就是他由東南西北的時候 就是他有一個城門 因為那個時候釋迦佛的父親 就是金幻王裡面都是好的 但是城門之外就不一定 他很少出城門 有一天他就在城裡面逛到東門 通常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編的 哪有那麼剛好 但是他只是在表法 所以我們就不用追究太多 其實說釋迦佛為什麼會出家 後來為什麼會出家 其實就是看到這些像 所以後來阿安經裡面常常說 佛為什麼出現在釋迦 釋迦為什麼有佛 因為釋迦有老病史 其實在講這件事 然後就剛好把它編到四個城門裡面 就好像走七步 由四方東南西北 東方代表什麼西方代表什麼 這個其實都是表法而已 我們講由四門 就這兩個其實是 後來釋迦佛出家的真正原因 這個是遠因 這個是靜因 然後四門油貫 中南看到這個 東南西北 在東方看見老人 在南方看見病人 在西方看見死人 在北方看見什麼 沙門 沙門是求不死的 求去老病死的 就處老病死的 就是未來沒有老病死 他沒有辦法 但是他未來可以 可以免處老病死的 處老病死苦的 這些都是苦 那沙門就是要解脫的 要解脫的 除老病死苦的 其實就是解脫的 解脫這些苦的 從苦中求解脫的 求解脫的人 其實是這樣 那這件事上我們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釋迦佛第一次到東門的時候 這是我們順著經典說啦 當然我覺得不太可能剛好四個門 就剛好看四個像 到東門的時候看見老人 因為我們說當時 進化完就把他城裡面的 這些老人 病人 比較不好看的 殘缺的 全部都沒有在宮裡面 就給他營造一個 事件是沒好的假象 但是他有一次 所以他有一次在東門 看到老人他就很驚訝 所以我們看到老人不會驚訝 本來就有老常常在看 有什麼好驚訝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釋迦佛為什麼看到老人那麼驚訝 這有什麼好驚訝 因為你常常在看就不驚訝 他沒有看過他就很驚訝 像我小時候沒看過死人 我第一次看過死人 那個是多驚訝你知道嗎 後來得了腦神經爽一樓真的 那個影像沒有辦法回復 就一直覺得 哇怎麼能怎麼會 死得這麼難看怎麼會死呢 所以一樣我可以體溫那種心 就是說他看到老人 很老很老 而且那個老是老到 不太走得動那一種的 他都覺得 因為他沒有看過 很少看過 所以這個是什麼 太子旁邊都有那種水寵 保護的人 他就跟他講 太子這個是老人 他就很驚訝 老人 因為他沒看過 每個人都會老嗎 他就跟他講 是的太子 每個人都會老 以後你也會老 蛤 所以這件事情他就說 是這樣 因為他不知道 後來又看到病人 你要知道那個印度的病人 就是躺在一個木板上或躺在地上 吃藥 不是因為以前沒有醫院的了 他就說 那個又是什麼 病人很辛苦 人家餵藥幹嘛 他就到南門 然後就看到 走到南門又看到 因為那個門是打開的嘛 看到那個是病人 他說那個是什麼人 病人 每個人都會生病嗎 你看喔 這個就是世間 基本上老病死是世間的常法 每個人都會生病嗎 會 是的 太子你以後也會生病 他就心裡面又覺得 這件事情又在他心裡面 然後又看到人 一個人死了 你要是真的沒看過死人 你看過死人會很震撼 而且是近距離的看 這個我有經驗 我第一次看見死人 好幾天沒辦法睡覺 真的沒辦法睡覺 真的沒辦法睡覺 天天只要躺 就想到那個死人 只要躺 就想到那個死人 我不曉得你們 這是什麼經驗 反正我是這個經驗 看到那個死人 就起恐怖心 釋迦佛當然不是恐怖心 他可能就心裡面覺得很震撼 我是起恐怖心的 因為我看到那個死人 我就想到 以後我也會死 我死了後怎麼辦 真的 然後就不能睡覺 都沒辦法睡覺 然後好像 好像不太多久以後 就老神經衰落 真的 非常痛苦 後來就去吃那種很多藥吃不好 然後這個釋迦佛看到死人之後 就問 那個是什麼人 那個人死掉了 人會死 是的 所有的人都會死 以後我也會死嗎 會的太子尼佑也會死 對這個你看對一個充滿著美好的人來講 這個是很震撼的 後來又看到一個沙門 又後來又看到一個沙門 他說那又是什麼人 那個是求不死的人 就解脫的人 還有這種人 是的有這種人 他就是要解脫老病死的 所以這個時候釋迦佛還沒娶太太 還很年輕 那在釋迦佛的心裡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印痕在裡面 好 那 從這件事情 跟前面那件事情 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很 就是說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就是說你每看到一個景象 那麼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象 你看到一個景象 你看到一個景象 你會從這個景象裡面 生出什麼想法 所以佛法很重要 就在什麼 如理思維 你看喔 他重點在如理思維 對一個禁 起如理思維 好 假設 假設 你看到兩個人在吵架 你會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 有些人就會很想去聽 他們在吵什麼架 很八卦的心態 看戲的心態 這個人在吵什麼架 看到這個人罵這個罵 覺得很有趣 如果你看到這兩個人在吵架 或是兩個人在打架 或是兩個人在相告 他告他他告他 那你會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 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會想到什麼 如果你們 你沒看過人吵架的嗎 你們沒看過人吵架的舉手 都有嘛 好 那你 你看到人吵架 你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 有些是看戲嗎 對不對 大部分是看戲 看鬧鬧的心態 你一定要想到 第一個 就如果是 如果是佛頭 他會想到什麼 你看那個鳥 在吃那個蟲 那個鳥在相爭 他想到什麼 眾生悲哀 可憐啊 真的 那你就會看到 哎呀 原來這個就是煩惱 你就會看到煩惱像 那你看到煩惱像之後 看到造惡的像之後 你會想到什麼 我有沒有煩惱 我煩惱起來 會不會像這樣造惡業 會不會 會啊 那你就要想到什麼 我要怎麼樣調補我的煩惱 才不會像他們那樣 你要能夠這樣想 我告訴你 你每一個境界 你都能如理思維 我告訴你 你是離道不遠的 真的 你如果不會 你看到煩惱就跟著起煩惱 這兩個很有趣 就看他們起煩惱 看誰打贏 你知道嗎 看誰操贏 那是像這樣 然後 這樣其實你是 我們叫做沒有警覺心 這個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從一個進 從一個向裡面 你能夠獲得什麼 這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 畢之佛單單坐在樹下 看樹葉掉 他就能夠 他就能夠解脫 畢之佛 沒有聽過佛法 他只是坐在樹下思維 很多哲學家都是坐在湖邊 或走路的時候思維 變成哲學家的 他不是去圖書館看書 變成哲學家的 他是如理思維 對一個進起如理思維 畢之佛單單坐在樹下 看樹葉掉下來 他就能夠解脫 樹葉掉下來 他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想到無常 想到緣起 從無常緣起 想到什麼 想到無我 你看這個就不一樣 世家佛從春耕季 看到眾生彼此傷害 就看到眾生的什麼 貪稱痴 你看喔 是不是 看到眾生的煩惱像 大家在貪稱痴裡面 互相傷害 那都以為自己得到利益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大家都受到傷害 有沒有 是啊 你兩個人在互相罵的時候 都以為要罵贏對方 要罵對對方 自己才得利益 對不對 其實是什麼 不管你罵贏跟罵輸 你都受到傷害 因為你傷害別人 你是造業 你被別人傷害 那麼你也是痛痛苦 只是現在苦跟未來苦 你還是都是苦 那麼你會看到眾生 彼此在貪稱之中 彼此什麼 彼此傷害 那這樣沒完沒了 沒完沒了 國跟國之間 沙門跟沙門之間 婆羅門跟婆羅門之間 都一樣 子女兄弟姐妹之間 夫妻之間 我告訴你 都一樣 你要不會想 你要不會想 好的你也起煩惱 不好的你也起煩惱 你要會想 好不好的你都會起慈悲心 真的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讓我們學習到說 同樣一個好像沒什麼樣的劍 大家看到春根祭 大家都快樂得不得了 只有一個人快樂不起來 因為他看到什麼 看到大家彼此傷害 那麼他就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看到老病死 這個是很正常的 可是對於一個 對於一個 警覺性很強的人 他覺得 因為我們一般人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啊 旁邊的使者就跟他講 每一個人都會 這個是沒辦法避免的 這個是沒辦法避免的 那我們就會相信了 這沒辦法避免 就變成宿命 就是我們只能接受 所以多數的哲學家都是這樣 多數的哲學家只能夠接受 生命是痛苦的這一件事 而且這件事不能被解決 所以很多都是悲觀的啊 很多都是悲觀的啊 你像悲觀主義的代表蜀本華 悲觀哲學的一個代表人路蜀本華 他發現生命有兩個特徵 一個就是從生到死 從你出生你就決定 你要走向死亡 你出生就是為了死亡 這看起來很悲哀啊 你出生就決定了你的死亡 而且你是漸漸的走向死亡 沒有錯啊 這件事情沒錯是這樣啊 是不是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他就自己這樣想啊 他說如果我們出生就是為了死亡 而且就不可避免的要死亡 而且就不可避免的要死亡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早一點死 所以啊 所以啊 所以你看喔 這個他就會 你如果不會想就會變成想錯了 很多哲學家就變成悲觀了 他看到生命的兩個特點 所以他變成悲觀哲學的一個很主要的代表 第一個 我們生活的 其實就是為了好死 但是我們不可避免的 當你生下來那一刻 你就不可避免的要被推向死亡 這聽起來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第二個 在你還沒從生到死 還沒死之前 你還沒死之前 這中間充滿著種種的痛苦 不可避免 就像老跟病嘛 還有冤症會愛別禮嘛 很多啊 佛法也是這麼講啊 但是佛法不悲觀喔 第一個 從你出生你就不可避免的 要走向死亡 這聽起來實在是不好受 第二種 而且沒有辦法避免 第二種 第二種是 在你還沒走向死亡之前 這中間生命的當下又充滿著痛苦 也不可避免 所以你看 他就接受了 這蘇本法也有學佛的 但是他的佛法可能是沒有學那麼多 真正學佛的人 我們說過 學佛的人不消極不悲觀不感嘆 而是積極樂觀 而且精進的學習佛法 因為他知道可以被改變 這一生的老病史不能被改變 但是下一生的老病史可以被改變 如果你看見死亡 每一個人都要死 你以後也要死 你就接受了 然後就覺得 就好像你得這個病 是沒有辦法醫治了的 早期很多病都是不自知症 如果你就相信了 那他永遠是不自知症 你知道嗎 後來的很多不自知症 後來都被治癒了 為什麼 有些人不放棄一直研究 那輪迴是不自知症嗎 老病史真的是不自知症嗎 從這一生來講是 但是 你是可以治療未來的老病史的 是可以的 所以沙門基本上就是 不認為老病史是不可以被解決的 那如果你相信 比如說這個就是根據傳統 大家都認為 就好像牛頓 我們常常講 牛頓住在樹下 看到蘋果掉下來 他說蘋果 如果你旁邊做個牛頓 然後你剛好坐在蘋果樹下 我們比較沒有蘋果 坐在芒果樹下好的 我們蘋果比較多 剛好蘋果掉下來 如果你旁邊的一個小孩子問你 蘋果怎麼會掉下來 如果是我 如果我是我 你傻啊 本來就會掉下來 這麼笨 這個還要問 不是你笨 不是他笨 你笨啊 難道沒有原因的嗎 沒有原因 他本來就會掉下來 不是芒果會掉下來 所有的水果都會掉下來 如果是我 我之後他會想 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想呢 我一定會罵他 你這個有夠愚痴的 這麼笨的 本來就會掉下來 不是啊 人家想的不一樣 真的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發現到 我們多數人的觀念思維都被局限 你知道嗎 其實跟我們的教育有關係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很多都是填壓式的 而不是啟發式的 現在的佛法很多也是這樣 填壓式的 告訴你正確答案 你死背 沒有用 你要能夠運用 活用 而且他不是就是這樣 你要能夠想 你要跨越你的局限 你要去想 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說 別人想不到的 你能夠想得到 別人看不到的 你能夠看得到 真的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佛陀講 你看佛陀 佛陀後來看見老病死 他是怎麼想的 每一個人都會老啊 好你接受了 你只能接受 宿命了 就好像這是我的命 很多學佛人常會講 我會受苦這是我的命 是 但是命也是可以被改變的 這是我的業 是 但是業也可以被改變的 這是我的緣 緣也是可以被改變的 惡緣也可以轉成善緣啊 惡緣也可以轉成善緣啊 為什麼你就要接受 對不對 那麼所以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面對一個境界 我們應該要 就是說 要我那麼久 更有那種警覺性 是想的 不要 不要就是被局限在一個範圍裡面 你只能這麼想 或是他就是這樣 不一定 所以後來佛陀 佛陀在跟佛弟子開示的時候 他就講到 他提到一個例子 他說世間有四種馬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就四種馬 第一種馬是 第一種馬是 人家 第一種馬 有四種好馬 第一種好馬是 主人還沒打到他 拿個鞭子 他就知道要往哪裡跑了 因為你拿高一點 就是要打重一點嘛 打重一點就表示什麼 表示要跑快一點啊 拿低一點就是把輕一點 就是你要在你跑 那他那個馬 他那個馬 用眼睛看到那個鞭子的影 他就知道 主人要他 如果鞭子的影子在右邊 就是往右邊走 鞭子的影子在左邊 因為他打左邊 就是要往左邊走 他往右邊就是往右邊跑 那打高一點就是打快一點 那他看影子就知道 他要往右走 會往左走 要停下來要趕快走 他就知道了這個馬是最聰明的 佛陀用這樣來比喻什麼 比喻有一種人 痛苦沒有發生在他身上 發生在別人身上 或者只是聽說 他只是聽說 誰誰哪 他就知道了 他聽說老病死 他就知道 這個以後我也會老病死 他就去警覺他了 那第二種馬是要打在身上 打在身上 輕輕的打在身上 他就知道了 輕輕的靠著右邊打 就好像有時候 以前我們去打佛七 那打佛七 你知道我以前 我是拿香板的 那也看著有些人在打瞌睡 或是在起妄想的時候 你也知道 那一般都是拿個香板 那輕輕靠在他的肩膀上 一般是這樣 然後這個人有警覺性就會起來 就不會打瞌睡 可是有些人睡得太沉了 你知道嗎 你看看金毛他也不知道的 他也不知道 他繼續睡 你就要大力打他一下 他才會活活起來 真的 那有一種人就是這樣 即使他聽到有人死了 有人老了 有人病了 他也無動於衷 本來就會死人 本來就會死那麼多人 怎樣怎樣 他不動於衷 所以他就會怎麼樣 他一定要發生在他周遭的人身上 他親眼看見 或是周遭的人身上 或他認識的人身上 他才會怎麼樣 他會覺得 哇 哎呀 事件上也會死 然後加強到我也會死 不是別人會死 就是一般人講 看見他人死 我心熱如火 不是熱他人 怎麼樣 漸漸輪到我 就這種心嘛 所以釋迦佛看見老病死也是這樣 這是第二種馬 一定要 一定要讓他印象深刻 發生在他周遭 他才會怎麼樣 他才會覺得 啊 以後我也會死 那我死我怎麼辦 那我是怎麼 我死是怎麼一回事 那死了後到哪裡 為什麼會死 這是第二種馬 那第三種馬呢 要發生在自己親人 或自親的人身上 父母親啊 這個最多 很多人學佛 或修行 通常就是他的爸爸媽媽 像年齒大師就這樣 年齒大師出家 是因為他爸爸媽媽往生 然後他感覺到無常 很多主事到時候都這樣 那就是要發生在自己的親人身上 他才會覺得無常感特別深 所以就趕快要修行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呢 要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個也很多 得了癌症了 或是命不長了 或是怎麼樣 他就覺得 哎呀 生命無常啊 趕快修行 發生在自己身上 然後就感覺到 我要趁這個 趁這個 趁這個有生之年 我怎麼樣好好修行 希望能夠給我未來生 或這一生能夠得到利益 這是第四種 這個都是有要修行的啦 那如果你已經發生在你身上了 你還在起煩惱 很多我看見也這樣 人都快死了 還在計較 真的 還在恨哪一個人 你都快沒命了 你不好好 關照你自己 看你自己 讓你自己還好的走 或是讓你自己的心情平护 你還在 你還在怪 是誰害你的 那這個誰 這一生裡面 誰欺負你 誰借你的錢沒有還 誰傷害你 怎麼樣 就在講那些 你看多可憐 心裡面還充滿著痛苦 壽命已經不長了 身體已經被病苦折磨了 心裡面還一直在煩惱 照做惡悅 這種也很多 這種我也看很多 那這種人是最可憐的 他不稱為良瑪 佛陀的四種良瑪 這個阿安經裡面有講 第一種是 聽見別人的痛苦 你自己就會想 如果是我 那我要怎麼辦 我有沒有可能這樣 有 第二種是發生在周遭 你就親眼看著見 第一種只是聽見而已 你就會想了 第二種看見 深刻嗎 你就會想了 第三種發生在 你親人周遭 更深刻 你就會想 第四種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好 我們說過 我們再講輕一點 所以我剛才問你們 你看見別人吵架 你怎麼想 你怎麼看 你看見別人受苦 你怎麼想 你怎麼看 這個是不好的 那好的呢 一樣 好的你就會覺得 你看見祖師的傳記 你會想 他這麼做 他能這麼做 我能不能 你會想說 那個是祖師不是我 人家生下來就是祖師的 沒有生下來是祖師的 人家是帶天命來的 沒有帶天命來的 都是帶業來的 帶就習慣來的 你會想不會想 我告訴你 學佛真的會想不會想差很多 差很多 你如果不會想 你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盲羞瞎練 那利益不大 也不能說沒有利益 你會想跟不會想 一樣念佛 一樣念佛 你會想跟不會想 就差很多 一樣共佛 一樣你買水果去共佛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那就差很多 一樣布施 比如說一樣布施 布施一千塊 你用什麼心去布施 那個就差很多 真的 所以同樣一個境界 我們每天都有不同的境界 非常多的境界 多的不得了 那麼你怎麼去看待這個境界 你怎麼想 其實就很重要 你看釋迦佛單單看見春更季 看見老病死 就導致於他未來成佛 為什麼 那我們呢 我們天天看那麼多事情 你們等一下下課以後 也會有很多境界 你怎麼想 你要訓練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真的 你要會的話 你每次想 都從佛法的角度去想 看見煩惱 看見兩個人吵架 你不是去仔細去聽兩個人吵架的內容 然後再去跟其他人講 這不是 而是 你去發覺到 眾生的煩惱像 為什麼會起煩惱 看這個看什麼 看細啊 不是 就好像釋迦佛看到老病死 他不是可憐那些人 老病死 當然也有 他從這裡發菩提心 他也看到自己會有老病死 你看到別人的煩惱 你就想到 我煩惱起來都是什麼像 你煩惱的時候 你不會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有警覺到 你有這種警覺心 你一有煩惱 你就會警覺到 就是 他不用真的打在身上 不用發生在自己身上 他就會去預防 問題不用發生在自己身上 他就知道怎麼預防 跟怎麼治療 怎麼調伐煩惱 真的 這個才是厲害 那你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 才去找藥方 那個已經是 預防生理治療就是這樣 所以真正 真正 有功夫有厲害的人 他是會預防煩惱的 那麼功夫比較不好的人 才去調伐煩惱 但是大多數人 都從調伐煩惱開始做起來 但是功夫好的人 他已經會預防煩惱 就好像你聽見那一家 昨天被闖空門 被人家拖了 從哪裡進去的 從門進去的 從窗戶進去的 你就回家要看你的窗戶 看你的門 真的 你看見這一家報紙報說 報紙報說 有一個人喜樂水找瓦斯中毒 為什麼 瓦斯裝在裡面嗎 露了嗎 你回去就要看你的瓦斯有沒有裝在裡面 如果要把它搬到外面去 真的 你不是說等你中毒了沒有死之後才會換 沒有 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從這件事看到 如果我們看到 因為 學習佛寶最重要就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對峙煩惱而已 因為煩惱有業 因為業有苦有生事 所以我們天天都會 在我們身上 在別人身上 會發生很多煩惱事 會遇見很多煩惱人 會產生很多煩惱禁 好 你怎麼樣從這一些煩惱人 煩惱事上 看到煩惱的因 就是這些人為什麼會吵架 這些人為什麼會煩惱 因為這有可能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你看到那個煩惱因 看到那個煩惱源 然後最重要怎麼樣 要想到如果我是他 那我要怎麼樣預防煩惱被擴大 因為你現在在看別人煩惱 好像沒有你的事 就好像看見別人老病死 好像沒有你的事 未來你也會 因緣合合就會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預防 他們是在爭什麼 好 那你就要想到 那我平常有沒有跟人家爭過 那我又在爭什麼 你就要想到這裡來 所以你凡事都要回歸什麼 回歸自己 看到別人煩惱 你就要想到 那我有沒有煩惱 那我起煩惱都是怎麼樣 那他們不會解決 那我會解決嗎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你看釋迦佛 後來之所以成佛 他在春更季裡面 看到那個靜 他怎麼想 他在城門看到老病死的時候 他怎麼想 然後沙門當然就是 那麼這些是要解決他的 那麼所以 看到好的 看到不好的 你都是怎麼想的 那因為每天我們周遭有很多的境界 這些境界通常多數 都是讓我們起貪嗔痴 但是 但是 如果你從這一些境界裡面 你看到煩惱 你能夠控制煩惱 控制煩惱就是戒啊 是不是 你能夠調伏煩惱 調伏煩惱就是定啊 進而斷除煩惱 斷除就是會啊 你能夠起界定慧的心 你看你就界定會每天在增長喔 那如果沒有你看見這個人 不管是 比如說吵架好了 那你也是跟著看熱鬧的心 而沒有回歸到 好像是別人的事不關你的事 佛陀看見老病死 好像是別人的老病死 不關他的事 沒有啊 凡是在世間沒有人不煩惱的啊 凡是在世間沒有人不老病死的啊 所以這個不是不關你的事啊 所以你必須要從這裡去看待 從別人的經驗中 從別人痛苦的經驗中 獲取智慧 這個是最厲害的 再來就是從自己的痛苦經驗中 集取經驗獲取智慧 這個是第二厲害的 那我們如果可以 當然最開始都是從自己的痛苦經驗中 知道怎麼避免痛苦啦 從自己的痛苦經驗中 知道怎麼避免痛苦 但是你要慢慢發展成 從別人痛苦的經驗中 怎麼避免自己 後來變成這樣的痛苦 那你就必須這中間去找到什麼 方法就是道 苦 疾 滅什麼 道 你要找到滅苦之道 滅苦之道 這個苦不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 真的 你不是要等到發生在自己身上 才去找滅苦之道 不是 看見別人的苦 你就要去找滅苦之道 真的 這個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覺察心 你有沒有警覺心 跟你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通常怎麼想 還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們從佛陀 從佛陀 春更祭 跟遊四門的時候 他看到這些平常的境 再平常不過了 老病死再平常不過了 他是怎麼想 但是有些看久了就麻木了 但是就是說 他也不會想 但是就是說 每一個境都讓你很如理思維 那麼久了久了 你在你的心中那個力量就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那這個訓練 會讓你以後看到每一個境界 不管是好不好的 你都會如理思維 那麼這個就很重要喔 這個很重要 真的 那所以 佛法基本上在於 關照 關照 就是說 你看見這個事情 看見這個境界 你怎麼樣 怎麼樣往好的地方想 所以釋迦摩尼佛 後來在講經的時候 就講到有四種馬 用四種馬來比喻 他告訴他的弟子 真正的好馬是 事情不用發生在自己身上 他就知道解決這個事情的方法了 他就知道我要怎麼想 要怎麼走 要怎麼解決 事情不用發生在自己身上 第二種是 事情 發生在周遭 他看見了 他就知道怎麼解決了 第三種 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至親的人身上 非常深刻的他才知道 第四種 一定要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了 他才知道 但這個都還算知道還不錯喔 還有一種就是什麼 打死都不跑的 就是已經發生在自己身上了 他還不斷的什麼 不斷的起煩惱 不斷的造業 他還不知道 還是往死裡鑽 這種也很多 這種也很多 怎麼勸都勸不懂的 怎麼講都講不聽的 怎麼想都想不通的 還是有這種人 所以我們其實是從佛陀的傳記裡面 我們不是只是要知道佛陀做過什麼 做過什麼 不是的 我們要學佛 首先要學習佛陀的絕造性 佛就是絕者 他是圓滿覺悟的人 他是個覺悟者 他是怎麼覺察這個世間的 那你一定要先養成這種絕造的能力 看見一個境界 發生一件事情 他啟發了你什麼 他帶給你什麼啟示 什麼啟發 引發你什麼樣後來的行為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這件事情沒有做到 你就是把解釋 把經典背起來 我告訴你 一樣 因為 這些也不能真正啟發你內在的智慧 沒有啊 你關照不起來 那如果你平常養成習慣 發生這件事 你就有一種 就是對佛法的特殊的啟發 就覺得啊 世間無常 這個一切眾生 那麼母與子爭 子與母爭 沙門與沙門共爭 都是因為什麼 都是因為浴灘 好 那你就會去察覺 那我平常 我平常的煩惱像是什麼 那我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那我們會不會像他們那樣 那有學否跟沒學否的差別在哪裡 我學一年跟兩年的差別在哪裡 我有聽經跟沒聽經的差別又在哪裡 那所以你慢慢去理解這種東西 那你會發現到 以後你的絕產能力就越來越強 一個事情只會讓你往好的地方發展 就是不管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 它只會讓你產生界定慰 如果你不會如理思維 一件事情不管是好不好 都會讓你產生什麼 貪 陳 慈 真的 所以這個人好 那麼一個人成功了 那麼你如果不會想那有什麼好講的 我只是不要而已 那只是他好意的 他生在好的家庭 他的父母好怎麼樣 他才會這樣 如果我也像他那樣 我也比他更好 就是你看到好的你也會起貪真吃 看到不好的你也起貪真吃 如果你會想 一個好的人 那麼他成功了你就會想 他為什麼可以成功 我們不能像他那樣成功 他成功的地方在哪裡 他成功的方法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從他成功的例子裡面 能不能找到我們也可以成功的方法 他的特質是什麼 你就會學習啊 好的你會學習 不好的你會怎麼樣 不好的你會警戒 所以孔子講嘛 三人行必有我思 其實就講這種道理啊 那麼如果你不會想好不好 你都起貪真吃 如果你會想好不好 你都能夠引發你 諸二莫奏 眾善奉行 然後你都能夠讓你成就戒定位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佛陀的主要的 就是他發心啊 就是他的因 菩提心的因 最主要從春根祭 跟四門油罐 看這個境界 讓他知道要解脫 讓他知道這些事件這些像 以後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現在就要先做預防 所以後來他才會出家 是從這邊開始的 好 因為時間到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這個筆給他收起來 不好意思 好 我們回向 好 我們合掌回向 好 我們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 大家 謝謝 謝謝